看到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五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也是特别方便一学一懂的五种绳结 大家首先请看第一种绳结 货运吊扣的绳端手法 第二圈一定反至下方形成一个牢固的结点 剩余的绳环向外侧翻转做八字结 底绳环拉起的同时,直接锁在汽车下方的铁钩上 这样受力,宁舌不开,司机师傅必备技能 大家请看应急宠物结的结法 应急宠物结,结法绝对简单 结点结实,牢固可靠,安全又实用 形成的结点,我们调整宠物脖颈大小 调整完毕之后,直接锁紧 这样一收紧,完美定型 应急,必备方法和技能 大家请看第三种绳结技巧 十字衡量,交叉定位结 打结方法简单 实用性强,安全牢固,可靠方便 宁舌都不会开扣的 适用于家庭菜园,木质板杖栅栏,老式,风筝,骨架的捆绑固定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菜园绑黄瓜,架条,黄瓜,豆角上架的时候 需要固定的时候,也能用到 断绳快速修复,小妙招 绳子突发破骨,断骨断裂 应该如何快速修复,快速打结 学会这个方法,绝对再也不求人 形成的节点,我们这样完成之后 窜入前方双圈进行锁紧处理 锁紧完成之后,就这样,收紧 宁舌都不会开扣的 应急快速修复结,第四种绳结技巧 第五种绳结,窜插式接绳结 效果绝对完美,结实牢固,安全可靠 断绳,应急对接,窜插式接绳结是唯一的方法 也是效果最完美,最值得信任的 它最大的好处受力不开 用完之后,我们拉断绳又不结死结 快速的收绳